书法般的线条已同雕塑而成 描绘出的人物右手托着脸坐在瀑布下 沉浸在思绪中 台湾雕塑家李光玉的各展 雕塑家的秘密花园 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知名的冷饰云雾林举办 16件作品生动细腻 和云雾林的青山绿水相辅相成 这是云雾林首次举办的策划艺术展 负责人表示 希望透过各种新的尝试 为云雾林游客带来不同感受 这是第一次我们有一个创造的节目 一个集中的工艺术举办的策划艺术 这边的工艺术举办的策划艺术 沉浸在沉浸一直都尝试 比较一样的荷兰工艺术举办 比较一样的荷兰工艺术举办 我们一直都开心找到新的方法 去娶娶我们的客人 即使是在艺术举办公司或表演 我们一直在找到新的东西 新国民众因疫情而难以出国旅游的情况下 滨海湾花园这个在地景点成为最佳去处 游客一踏进冷室 就可看到李光玉的作品 思维 助力在瀑布前 吸睛的景象让许多游客拿起手机留影 就连总理李显龙也在脸书贴文 分享自己参观时拍下的照片 李光玉的雕塑各展 原定六月底结束的展览 已延长到8月31号 期待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参观 中央设计者侯资营 新加坡报道